小小諾雅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這一款遊戲 小小諾雅 看到這個畫面 沒錯 它就是手機上的策略遊戲 跟COC有點像 如果你喜歡策略遊戲 然後又喜歡日系風格的 應該會蠻喜歡這款遊戲的 小小諾雅 它主要的資源有兩個 一個就是剛剛我點的 那個叫瑪娜 那之後就是這個金蛋 它的錢就是金蛋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就是 它地圖上會有一個 我們的諾雅 這裡有沒有 它在走路 看這個左上角也可以看到它的血量 還有它我們的等級 然後目前的rank 還有 呃... 這個是工作坊 就是這邊的 這四個工作坊 那有沒有保護 目前沒有保護 你新手加入這款遊戲的時候 它會送你五天的保護 你可以在五天之內 不會被人家亂打 可以好好的開拓你的 你的 呃...方舟 對 這個就是方舟 你看到 我們就在這一個方舟上面 進行工房 它的故事劇情呢 是諾雅要去參加一個 有點像是天下第一武道大會的東西 那...諾雅是一個超級天場 嗯... 好了不多說了 那... 這裡有一個諾雅的房間 你升級之後呢可以更改諾雅的外觀啊 幫他換衣服啊 诶...諾雅也可以換衣服喔 你看 哇... 衣服每個也有不同的 功能、特性 那這款遊戲呢 最主要的還是在 呃... 戰鬥 跟那個對戰遊戲一樣 它會有一般戰 就去找對手 掠奪對手資源 爽度爆表 當你資源不夠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配對找 欸...這個... 你要不要打這個呢 不要 因為資源太少 你要不要打這個呢 欸... 資源好像有點多 好 就打這個 你就可以按 確定 然後 派出你的 呃...這個 諸戒角色 如果你自己有 可以諸戒給別人的話 就可以選 如果你選其他人的角色 就要花... 三萬瑪娜 我們開始吧 我們選自己的就好了 覺得自己的已經很強了 一個有 通常呢 是...都是先打砲塔啦 先把砲塔解決掉 那...我們就可以... 安心的... 安心的偷資源嘛 安心的佔領他們的資源 我打 我打 欸...這裡放不下去 我打 大妹...他倒了 我打 我們要進去了 我在打 一直按著畫面 那個...呃...我們的... 我們的戰鬥人員就會出現 打 我打 好啦好啦好啦... 就這樣衝進去了 那...只要占領主堡 這場戰鬥就算你贏了 那...你打的越多 那...獲得的資源也就越多 這我就不解釋了 我的...他的主堡要爆了 要主堡要爆了 要主堡要爆了 贏了 等等...他的主堡竟然藏在旁邊 這個配置 我不知道說些什麼 欸...拿到好東西了 升了兩級 哇...諾亞...劍士 劍士諾亞 我現在有兩種造型可以選 一個是劍士諾亞 另外一個是...呃...好像是白魔法師諾亞 那...因為我有升我的諾亞主堡 升主堡可以得到更多的造型 這一個 不過我建議新手 不要先升這些... 這些怪怪的東西 呃...新手一進到這個遊戲 要先升什麼 先升這個 瑪納儲存槽 然後把瑪納儲存槽升上去之後 就升 那個金錢儲存槽 不然你的最大量 超過了 你...那些錢 就算去佔領別人 拿到很多錢 都浪費掉了 所以...一口氣...一開始先升這個 然後慢慢的提升你的中心 主要核心 那...之後要幹什麼 紅寶石 就拿去買 這一個 建築師小屋 很重要 要買到五個 盡可能買到五個 我現在買四個 我還在存 快要存到兩千了 每天登錄 他就會送你一點紅寶石 你去解任務也會有一點 我剛才還沒介紹完 你打故事劇情會有一點 他會有一點點的故事劇情 我打了一點點 那...打活動也會送你一些紅寶石 會送你一些雜七雜八的 像...這個禮拜的 特殊任務就是這個 或是...每天去挑戰大魔王 哦...這個很刺激哦 你覺得你很神很厲害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挑戰這個大魔王 因為這裡的大魔王更神更厲害 分成三個等級 上中下級 那個...很神很厲害 我們來去挑戰好了 我們挑戰終極的 對不起 秋風沒有這麼神這麼厲害 我只能挑戰到終極 故事關卡的最後一關 就是每一張的最後一關 一樣 都是一個大魔王在那邊等你挑戰 那個大魔王跟這個大魔王 根本就是兩個世界的大魔王 好不好 不能相提並論的大魔王 這一個是...有點像是... 呃...很多線上遊戲的什麼 世界Boss 這隻大魔王的血量應該是無限的啦 主要比的是傷害量 就是你傷害達到某一個進...進度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銅牌、金牌、鷹牌 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的目標傷害 目前還有90萬 嗚...快點快點打 然後只有三分鐘可以打 唉唷...大魔王要放大絕囉 不理他 我們繼續打 引導 你引導... 引導我們的角色 可以閃過一些大絕 會...蠻好用的 唉...銅牌要來了 唉... 拿到銅牌之後 你這個關卡就會有獎勵 每天他會刷一次大魔王 那...呃...唉唷...先不管他 刷完的大魔王 如果你有拿到銅牌 假設我現在這裡有拿到銅牌 我就可以去領獎勵 那會有不錯的獎勵 還有三百多萬 只剩下一分半 我... 我有沒有機會拿到銀牌啊 我至今為止是... 目前都還沒有成功拿到銀牌啦 如果他跳很遠的話 你可以用引導 可以把他引導到...這邊 那每個大魔王都有一個弱點有沒有 還有圈起來這個地方 他目前的弱點是他的右腳 你就可以盡量的打 哇... 目前有三十五人參戰中 就說是世界BOSS嘛 世界BOSS總是有很多人參戰的 嗯... 我們的技能都放完了 我們剩下一分鐘應該是來不及了 剩下二十秒還有五十萬 好緊張喔 我覺得有機會 對... 不要跑啊你 給我銀牌 我要銀牌 哎呀他跑了 四... 三... 二... 一... 沒有... 喔呦... 就差五萬而已 可惜... 可惜啊 打完之後會拿到一些... 角色 那這些角色呢 你可以去升級 哇... 好可惜喔 諾亞好可惜喔 嗯... 之後再說好了 那還有四人合作推關卡 這個我就不特別介紹了 那... 你剛剛沒有推贏 是不是差這麼一點點 你就會想說 到底差在哪裡 當然是差在你的角色啊 所以我們要角色升級 這裡 這裡可以強化我們的角色 強化到滿級之後呢 可以去... 進化 進化我的角色 嗯... 這個已經升到最高級 就不能進化了 灰灰的就不能進化 像這個就可以進化 它就需要蒐集到這些東西 才可以升上去 我... 這些東西都... 感覺... 欸這個可以了欸 呦... 我的小獅王可以進化了 你用同樣角色的時候 就進化 它可以增加你的... 呃... 最... 出兵量 譬如說我本來出兵量是14 我吃了一隻之後就變15 等... 單位有沒有 30了 表示我這個小獅王 已經吃了... 吃了... 很多同伴 不是吃... 合成很多同伴 然後 目前等級 哇差4級欸 很快就可以升級了 那... 升級的話用這個 這個... 這個角色 它最快升級 喂... 喂... 看一下喔 這樣才加2級 哇要60... 60萬欸 60萬的瑪娜 除了要這些... 之外還要瑪娜 沒有瑪娜欸 合不出來啊 我本來想讓我的小獅王升級... 升級... 結果辦不到 那合成這一隻 也要30幾萬 好可惜喔 我們還是合成一些... 嘖 平常就可以合成的東西好了 這個... 不用這麼貴 一樣的角色合在一起 哇...單位24了 這個升滿了 那... 合...企鵝 企鵝合一下 嘿...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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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也滿了 對不起...企鵝也滿了 怎麼都滿了 吃太多了 那合成... 這個不需要這樣子 這個我有升過幾了 這裡 嘿... 冒險家 托雷希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托雷希 沒升過的托雷希 嘿... 吃 托雷希很特別 它跟很多角色不一樣 它是專門偷資源的 專門偷資源 那... 剛剛這個小獅王 小獅王...這裡 這個小獅王呢 是專門打防禦設施的 就是打那些砲台 那... 你要建設你的... 你的城鎮 才比較不容易被人家偷 前面才說啊 那個... 工坊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生一個主堡 就花兩到三天 一個工人就花費在那裡 那你想要生其他東西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譬如說我想生這個... 呃...想生這一塊 就沒有辦法生 很可憐 所以越多的... 越好 建議大家... 真的建議大家... 把那個... 紅寶石留下來 買這個設施 那... 大致的玩法 我就先介紹到這邊了 那... 我一直覺得這個諾雅啊 長得很傲嬌 很可愛 很傲嬌 可以看它的3D欸 哇 超棒的 好啦 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